你为你们父亲殴打的先知建造坟墓而悲伤,你见证了你们父亲的事迹,并同意他们的观点,因为他们打败了先知,你为他们建造了坟墓。 因此,上帝的智慧说,我会派先知和使徒到他们那里,他们中的一些人将被杀害,而另一些人将被赶出去,并从这个物种中收回所有先知的鲜血,从创造世界,从亚伯的鲜血到在祭坛和圣殿之间被杀害的撒加利亚的鲜血。 我告诉你,他正在从那众人那里得到奖励,悲伤你,你的法律,你采取了理性的关键,自己没有进入,进入者被阻止。 当他告诉他们这一点时,书本和法利赛人开始强烈地转向他,迫使他回答很多问题,在他下面寻找一些东西,并试图从他嘴里抓到一些东西来指责他。 与此同时,荡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一起,所以他们挤在一起,他开始首先对他的门徒说,小心法利赛的酸味,这是虚伪的。